问各位一个问题啊 你觉得游戏中哪一把英雄狙是最没有人用的 那么咱们今天这一期视频的话就跟这个主题有关啊 我们的话说一下游戏中那些没有人用的英雄狙击击武器 我举例出三把看看是否和你意见一致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手持的玩偶狙 比如这个曼陀罗还有就是毁灭那把 这两把狙的话主要是一个手感比较奇怪 跟原武器手感差距待的 并且的话它只在抽奖活动当中出现 虽说有些人的话可能是一发入魂就抽到了这种武器 但是呢对比原武器来说啊 它的手感的话还是比较难受 玩具的人一般都不会考虑这种武器 再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了啊 09是G 回忆一下啊 09是G出的武器也是挺多的 不过呢就是这把武器呢也是毁灭的手感之上 哦不应该是毁灭的千江之上 因为这把狙的话它每次千江的话会上台一下子 对比跟它同重型武器的巴黎特来讲 它的上台那一下子简直是多余的 强烈建议优化这个动作 前两个都是心理武器 那么这把是单独武器啊 就是这个AWM散布时代 这把剧呢有点意思 它一次呢可以散发多个弹片 不过的话这些弹片并不是集中的 所以说呢会出现一枪打不掉人的情况 但是这些弹片的话 如果集中的话就可以打出一枪很高的伤害 比如现在的136 但是我打的是人机啊 在实战中的话呢 它的表现就 一枪半血的情况 说的话 更粗糙的事